今天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政府共建托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其直属附属医院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一新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 陈宝生指出三方共建托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其六家附属医院 体现了三方合力推动教育事业尤其是医学教育事业的真情厚意 真金白银真枪实弹真抓实干 学校未来办学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全面落实教育根本任务 立足上海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要充分利用共建托管的综合优势加快建设一流医学院打造一流医学学科专业 培养一流医学人才 示范带动全国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英勇指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障人民健康 要求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近年来 上海按照中央部署要求深化综合医改试点 推进健康上海建设 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发展 有利于加强医学人才队伍建设 更好的保障人民健康 上海市将认真落实协议 积极支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及其直属附属医院改革发展 希望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加强医教协同机制建设 进一步提高医学教育教学水平 医学科研创新能力和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曾一新指出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以共建工作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医教协同 继续大力支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和有关直属附属医院的建设 推动上海市医学人才培养 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希望尊重医学教育规律 建立大医学管理框架 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 把医科和工科理科文科相融合 伴出特色 关注全科医学 加大基层医院优质师资培养力度 把基层医疗机构建好 为百姓提供良好医疗服务 教育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林慧卿主持会议 林慧卿 曾一新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 代表三方签署共建协议 复旦大学领导交扬 许宁生出席仪式 根据共建协议 教育部在保持原有支持不变的基础上 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学科建设 经费投入等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 落实扩大办学自主权 国家卫健委支持加强一教协同管理 上海市政府加强领导和支持 为共建托管创造良好条件 记者颜伟黎 驻京记者李柏林报道